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喂 喂 你好 这里是上古警察局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不知道 就算知道我也不告诉你 我找到他 至少他是安全的 安全 又回到监狱里去吗 在监狱里等待死刑 天羽 你就放过九哥吧 好吗 我们没有办法拯救他 选择逃避也不见得是一个坏办法 至少他安全 至少他不用再受到伤害 你知道吗 在监狱里的时候 他每次受伤都会经过我的手 我本来以为 我经历过这么多年 已经完全铁石心肠了 没想到每次看到他受伤 我的心还是会跟着心痛跟占领 而且 尤其是我得知 是我们冷家害了他 我甚至夜不能眠 天羽啊 放过九哥 也放过我吧 好吗 天羽 天羽 我找到他 至少可以保护他 你到底知不知道 他们在哪儿 你就放过他吧 我求你了 你就放过他吧 好吗 半点到了 希望你会找到他 好 到上公火车站谢谢 好 九哥 跟我回去吧 你一离开上谷 就成了逃犯 警察要抓你 冷家人也不会放过你的 上谷虽然危险 可是有我在 好吗 龙天羽 你怎么阴魂不散 你想让他死吗 如果他回到上谷的 他只有死路一条 你知道吗 你现在只要一走 就会背负杀父之名 你愿意这样吗 九哥心中坦荡 他不在乎别人说什么 就算他心中坦荡 不在乎别人说什么 可是你就甘心看着 冷家逍遥法外 偷偷上谷的百姓 龙天羽 你想到英雄当你的好了 为什么拉一个女人当店呗呢 你闭嘴 半岛冷家 你是关键的一环 你是不是疯了 现在事都那么落 你不要跟我讲你的法律和正义 如果你回去能做得到什么 带九哥你能做得到什么 是 我们两个虽然只是绵薄之力 可是如果连着绵薄之力都不愿使的话 这个社会就会继续这样下去 虽然我们不一定会成功 可是如果我们激进反抗的话 更多人会像我们一样 对不公不义 起身反抗他 你这样的行为 你会牺牲他 你会让他死 算我求你 你让我们走吧 我不可能让你们走的 我们要走 九哥 快走 别走 不能走 别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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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放过我女儿吧 就到我求你了 怪叔叔 爸爸 别走 别走 你那些不透就会 你可能要走 都比坦虚 属心 你那些偶心 太厉害了 我怪你干什么 可我 始终要找到九哥的 你会不会觉得 我太执着了一点 你是老林教出来的徒弟 脾气和秉静跟他一模一样 一想明白这一点 就怪不起来了 再说要不是你这点执着 只怕九哥早就死了 所谓成也萧合 败也萧合 这本来就很矛盾 关叔叔 当年您入狱 具体是发生了什么事情 能不能告诉我 你呀 爷也喜欢打破砂锅问到底 当年的事 就别再问了 知道的太多 对自己不好 那好吧 您休息 三十 阿辉 关博君是一位重要的证人 我要你们两个负责轮流看守他 记得 送来的饭菜都要亲自验过 还有 这间积压室里面 二十四小时都要有人 是 来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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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关叔叔呢 在警局 三十看着 我已经通知浪家的人 他们应该很快就会过来 其实你不用这么麻烦的 我根本不想看见他们 我去隔壁看看小强 天宇 我去隔壁看看小强 没什么 什么 念知姐受伤了 严不严重啊 不严重 休息几天就可以出院了 那 九哥姐和萧莹峰呢 上了火车 去了上海 那他们 还回来吗 你问我 我也不知道 这个人 说都不说一声就走了 算 反正我也不想他 走就走吧 留我一个人孤独终老吧 身上有伤 别发脾气了 去前面看看 三三步吧 嗯